现在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另外两位语谈者 是耿义伟老师跟王嘉明导演 王嘉明导演是我们台湾相当重要的 小剧场的一个工作者 她目前是莎士比亚的妹妹们 我们知道她其实是从Virginia Wolff 就是吴尔夫这位女作家 她的一个演说的讲稿里面出来的一个概念 嘉明导演大概在这段时间 非常投入在她的作品叫做《理查三世》 她是改编《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的作品 今天她是以即将要在我们艺术节里面 呈现她的作品的这样的导演 来参加我们这个座谈 另外一位是耿义伟老师 我相信在台湾只要是大概对剧场 对戏剧大概有兴趣的人 大概都不会没有听过这个大名 耿义伟老师他翻译了很多 非常重要的西方的戏剧相关的著作 同时他目前也是我们台湾 相当重要的策展人 像他之前在台北艺术节 担任策展人 那大概目前也是我们两厅院三个场馆 经常出现的一张熟面孔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帮我们带了很多这种好的表演 到台湾来 好 那所以我们的两位雨滩者也已经就位了 那我想我大概就是 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 那我自己本身呢 有点把今天晚上定位成是一个叫做 我好想回剧场的这个讲座 Really want to come back to the theater 就是这个我们人类的生活 好像被这个疫情弄到有点 暂时不知所措 那所以就是好多人真的 就是原来的生活的章程 都被做了非常大的变动 那大概也就是因为 因应一个这样的这个状态 其实我们会发现 不管是官方或者是民间 现在在很多的场域里面 谈到的一个概念 都叫做重组 重构 去reconstruct或者去reconceive 那比方说我之前才刚从 那个嘉义的纪录片影展回来 那这次的这个嘉义纪录片影展呢 它的这个主题也叫做 重组异世界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 大概都是活在一个这种 生活好像稍微被经过一些破坏 那现在好像希望能够再重新建立起一个秩序 所以包括我们这次这个遇见巨人呢 他本身的这个主旨 也是在重组跟重构 那各位也可以发现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 因为今天晚上是戏剧戏曲片 那接下去还会有邱元总监 他所主持的这种比较像是音乐表演片 那所以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四个戏剧戏曲的作品呢 基本上都是一个经典的重构 重组或者是文本的重构重组 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概是我们这一次这个2021年 遇见巨人这个艺术节呢 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核心的主旨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在这个遇见巨人 艺术节这个从2017年到现在 大概已经是要迈入第五个年头 那这个歌剧院也要庆祝 他跟我们台中的市民呢 还有这个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这个来这边拜访的人呢 大概一起度过了五个年头 那这个在歌剧院的这样的一种龙头地位的引导之下呢 我们台中的这个本来的文化场馆呢 也纷纷地动起来了 所以像我们的这个 不管是港区艺术中心啦 中山堂啦 大概都一直在找到他们这个新的出路 希望能够有一些新的这种 跟市民们互动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所以呢在这个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遇见巨人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节里面 我们就特别希望能够在疫情笼罩的这个当下 还是可以让大家遇见我们本土的巨人 就是我们其实应该要很开心的认知到说 我们台湾经过这么多年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 我们自己在台湾非常出色的艺术的工作者 那像詹敏导演 他待会大概也会谈一下他的这个作品 好 所以大致上我们大概今天的这个 遇见巨人的这样的一个讲座 我们就会从这个经典或者是文学的改编开始 那我们这次呢 一共有四个比较戏剧戏类的作品 那大概有这个光华之君 这是唐美云歌仔戏团他们的作品 那他是从原事物语改编的 那是由这个编剧陈建新专门帮 美云老师量身定作的 那么也有五星国 他这个当代传奇剧场的蜕变 那我们都知道这是卡夫卡的剧作 那还有这个 由施树清老师的这个台湾三部曲的首部曲 叫行过落金 那这个是由江之翠剧团 他们来做的一个作品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王导的李察三世 那么他这次呢 大概又加进去的一些新的技法 变成混音李察三世 那这个作品呢 其实相当受到国内的 国内国外的肯定 那这次尤其有一个特色就是 他的声音跟这个演员的身体 基本上有点像是分开来的 这个我们待会会再请王导 这个稍微好好的演绎一下 好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戏剧戏曲类 在今年的这个《遇见巨人》里面的内涵 那我想先请这个耿一维老师呢 大概从一个策展的角度 看看说我们今年这样推出一个 这样的《遇见巨人》的 好像说节目的这个内涵呢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如果大家仔细看这四个作品的话 我觉得是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些特色 在这个里头 感觉就是有点像打麻将 对 就是那个牌这样摸摸摸 突然你就会看得出来 它可以变成什么 这样那的确是有一些共同性 我都觉得蛮值得谈的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我可以说这四个作品 基本上都是传统戏曲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 这本来就是一个17世纪的作品 就是那个莎士比亚 就是在400年前的剧本 那这当然也是传统啊 对不对 那唐美云的这个《光华之君》 这改编自1000年前的这个原始物语 那这个也是一个传统的东西 而且表演本身也是传统好不好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跟国外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当我们讲传统的时候 我们的传统里面是含有表演的 就是我们的戏曲 难怪 或歌仔戏 就是我们有一个表演东西在传承 那西方比较特别的是 它把文本留下来 但是它表演它没有留下来 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要问说 到底那个莎士比亚时代的演出是什么 那些城市没有留下来 没有成为一个就是零肉分离 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你还是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传统 那当代传奇蜕变 那它的传奇本身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传统 从经系里面出来 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西方的文本 那《行过落君》 这个是从陈三五娘的这个戏 然后还有这个南馆 它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里头都有一种 我觉得 刚刚说很简单 我说这是斯卡罗 就要搭现代话题 就是台湾都有一个特质 第一个我们都有很多 文化上面的复杂性跟多样性 就是说我们跟其他的国家比 我必须讲我去德国 当总监理又去了之后 我到鲁尔区 然后他们安排我去见一些剧院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要不要来合作 我就是很积极 我说我们可以合作 我们有什么剧本或故事 可以跟他们合作 可以用你们的演员来演 那个剧院总监马上跟我说 我们德国人可能对 看你们的东西没兴趣 他还是是跟我说 德国人对外国人的东西没兴趣 还是我不知道 还是说他对台湾的东西没兴趣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看得出来 台湾基本上来讲 我们是开放迈向世界的 你看在一个国家艺术节里面 有英国莎士比亚好不好 有日本的那个原式物语 又有卡夫卡的蜕变 对不对 然后又有难管 成三五娘 就是有这么多复杂文化的东西 那可见 我觉得在台湾的剧场的表现里面 就是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开放性 那我觉得这很强的开放性 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就是一直不断地在想 我们到底是谁 就是我们的主体性 就是一个很不明确 很飘移的 那当然这个有优点又有缺点 优点就是说 那个存在感很强 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会担心不存在 所以就会一直很认真存在 就是我们跟美国人不一样 美国人不用担心美国不存在 德国人不用担心德国不存在 你知道吗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没有再参与历史 他们就是过好自己就好了 可是像我的德国朋友来台湾 他们都觉得台湾很有趣 因为他们觉得台湾 此时都处在历史的危机当中 就是创造历史 就是他就觉得说 很棒你们现在做这个东西 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有很强的那种 对于那种存在的这种敏感性 那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就是看得出来 就是说 这些东西背后都有很强的 一个传统的元素 那怎么去面对传统 对传统进行改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等一下可以谈 特别是这些表演 这些演出在改编的过程当中 跟斯卡罗这种又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影视这种改编 就是基本上就像一天吐龙记 就是你不要在形式上 有讲太多东西 就好好把故事讲完就好了 但是剧场的改编 常常会牵涉到用表演改编 意思就是说 那个改编本身会 受到那个表演方式的影响 然后甚至有很多的剧场性的东西 会纳进来 以至于它跟原来的东西 变得很不一样好不好 那我觉得这当然是第一个 从这一次测展里面看得出来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是 我觉得性别这个议题 在这一次的这一个四个作品里面 也一直都是很强的 或许也是跟传统有关 因为不管东西方 早期所有的传统戏曲 其实西方的传统戏曲也是一样 大家知道杀剧以前 也都是男生在演 就是说以前 在很多的传统戏剧里头 就好像日本的男剧一样 对不对 就是说也是男人也女人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戏里面看到 也有很多 把这个传统里面 原来对这个性别的 特殊的使用或排除或限制 重新使用 变得来探讨性别认同这件事情 变得很重要 那我想性别认同这件事情 在台湾一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个热门的话题到说 我觉得说你不管说是什么 永同或者是反同 总而言之呢 性别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就是一直是一个 我的解释是说 某一个程度也是跟认同有关 然后我自己的解释 我稍微讲 我觉得那个对性别认同的灾意 跟国族认同之间是 有一点替代性的转移效益 因为对我们来讲 如果我可以自由选择性别的话 那就是再造主体 你知道吗 就是我可以自由选择性别 我不说我天生 那个生物性的方式来决定我是谁 某一个程度就代表 我可以完全跟过去做进一个决例 而创造一个新的主体 我觉得对我来讲 这个跟台湾在目前 在面对可能在面对中国 然后一直在想要找到自己主体性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会有呼应的 就是有一种 我们讲说有一种精神分析上面的那种征兆 大概是有一点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性别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传统 那传统里面就是有改编 改编也可以讲到性别 然后最重要就是说 这三个演出都是一个剧场性非常强的演出 就是说这四个 因为这四个演出 我简单讲 譬如说 《当代传奇》虽然是蛻变 好像看起来这个独角戏 可是因为我是他的戏剧顾问 所以我知道这戏原来的状况 这个原来要为了要去爱丁堡 其实那时候跟文化部申请了一大笔钱 主要要做什么 要做多媒体剧场 所以这戏里面有另外一个看头 是他的投影 就是他的那个多媒体的那个部分 那《理查三世》里面也有很多 关于表演的或者是偶的 这些操纵的这个东西 那《光华之君》 等一下如果你们看影片也看得出来 就是里面除了传统声段 他其实他对于那个 我觉得他也纳入了很多 当代剧场新的技巧 甚至我看得出来 或者是我认为 那里面有一些唱的方法 其实也开始受到 现在音乐剧跟歌剧的影响 比如说以前歌仔戏 没有那种东西的 就是你知道卡通才有 就是男女就是对唱 有没有 就是我唱他也唱 我们在不同的情境 但是我们的歌都有对话 对不对 比如说我肚子好饿 他说明天要去哪里 有没有 然后我们两个都在各自的家里 可是你会知道 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歌会合在一起 这个歌剧才有的 但是我在看《光华之君》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里面有很多 现在开始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就是他有吸引 接纳了很多这些新的 而且我们也是很熟悉的这些技巧 然后《行过落金》里面 也有很多关于空间 跟戏中戏的这个使用 然后那个剧场性都是非常强 我讲那个剧场性的意思 就是他空间性很强 所以我觉得都是 都是非常刺激的作品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的确 就是说观众你在看这四个作品的时候 你的确都还是可以找到 不管是我刚刚讲的 可能是表演性 或者是空间的或是麦 就是说你都可以自己 在看这四个戏 就是说你这几个戏 你自己在看的时候 其实你都还可以找到 一个解读的脉络 来为他们彼此之间做对话 就是说你也可以用 你自己麻将的组合 不是说我讲的算 我先讲到这边 好 那我觉得一位老师 刚刚说的部分 我有两个特别觉得 好像可以做一点演绎 而且认同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有关于 国族跟性别 其实刚刚就是说 建立一个这个主体性的这个部分 那你自己本身 选择一个性别的认同 跟你去选择一个国家的认同 这个东西在本质上面的 心理层次上面是接近的 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讲到 就是说这种对于传统的某一种 算是延伸式的解读 那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像刚刚一位老师有提到说 杀剧其实在16世纪的时候是 all male 就是全部都是男性的演员 那事实上 现在我们在某一些这个剧团 他们的作品里面 他们也试着 要再把这个传统的元素带回来 可是你会发现 比方说像在英国有一个叫做 Lord Chamberlain's Man 就是公务大臣剧团 他其实是把莎士比亚 当初在工作的那个剧团的名字 挪用到现在21世纪来 那里面的演员呢 都是清一色是男性 那可是你就会发现说 他们现在刻意地做这件事情 跟莎士比亚那个年代 其实那个时候被迫 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他们其实那个意义 就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这是有选择的 那甚至其实像现在比方说 在诠释历史 或者是在解读历史 会有很多很有趣的这个做法 像之前在英国的Channel 5 就第五频道 他有一个新的戏 就是跟这个亨利八世有关的 结果他居然把演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母亲 也就是亨利八世的情妇 找了一个黑人演员来演 那这个在英国其实引起了轩然大波 就是说你们诠释历史 你们延伸某一种 你们对于这个历史的认知 你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吗 我们的那个女王明明是白人 为什么到最后你是找一个黑人来演 那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放在 我们今天在看的这个《遇见巨人》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艺术节里面的 这些表演节目里面来看 那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这次我们这个《遇见巨人》里面 四部作品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说 它其实基本上有点像是在改编 甚至在转移 那里面尤其像比方说这个《光华之君》 跟《蜕变》 它都涉及到这个所谓的时空的转移 那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一个 东洋或者是西洋的经典 带到我们这种 台湾人可以懂的脉络里面的时候 其实都要经过一个编剧的考量 然后到最后才可以看到说 这样的一种转换 是不是可以make sense 比方说像《光华之君》 各位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作品 它其实是编剧这个陈建兴 他专门为唐美云老师 量身打造的一个作品 因为他认为说唐美云 几乎什么角色都演过 我们知道他甚至还被抓去演 这个白先勇的这个镊子里面的一个 原来应该是男同志的这样的角色 所以就是说他们要找唐老师来演戏的时候 都要帮他想破头说 到底还有什么角色可以让他突破 所以最后他们就找到《光华之君》 就是《原诗物语》这个文本 然后把它改编成《光华之君》 那里面其实这个《原诗物语》它的这个年代 是在日本的这个平安时代 它大致上大概是在差不多西元700年到1000年左右 那其实这个跟中国的唐朝 中间就形塑出一个可以对应的这个时间感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目前上在这个画面上面 他们的这个衣着呢 大致上就是用这种比较 我们熟悉的这种唐风 大概是走一个这样的路线 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光华之君》的片段 《光华之君》 《光华之君》 你是我的夢啊 你是公华之國 我是公华之國 這個其實就已經是延伸出去了 它不是我們這個傳統的戲曲裡面的狀態 等於說在經過一個時空的移轉之後 那原詩物語的故事 它就變成了是在唐朝的一個這樣的 像是一個男人周旋在 我們知道原詩物語其實是日本的紅樓夢 這是很多人這樣講 等於說一個男人周旋在眾女性之間 變成是一個蠻能夠跟我們的文化認同 形塑出連結的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麼另外一個是當代傳奇劇場的蛻變 我們知道其實當代傳奇劇場在台灣 其實也經營了蠻久了 大概很多時候我們對它有印象 是來自於它經常在改編西洋的經典 所以像他們一開始的《欲望成國》 就是改編莎士比亞的馬克白 他們也改編希臘悲劇 所以他們做了很多這種西洋經典的轉譯 那這一次他們 基本上這個蛻變並不是新的作品 因為吳興國先生想要退休了 所以他這幾年就在做一個這種 有點像是退休計劃 就每幾年重演當時演過的哪一個戲 那蛻變大概就是它在大概是2013年 那個時候在愛丁堡藝術界所推出的戲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畫面的片段好了 一天早晨 格里格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 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巨大的怪物 演唱會 我稍微講一下 他最後不是在那個牆壁上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他去英國首演前 因為這廣義有support 在廣義的演藝廳那邊先做 不算首演吧 試拍還是怎樣 我忘記了 反正光影有去看 然後他要從那上面跳下來 大家知道李爾賽斯也是翻滾跳下來 然後他腳有去扭刀 對 就是說 你們知道吳馨國老師現在幾歲嗎 大家知道幾歲嗎 68歲好不好 可以把這號碼寄下來簽 68歲 就是沒有退休 就是還很認真要做這些 因為這是獨角戲 其實是蠻好神的 我只能說 然後另外一個等一下會彈 他另外一個重要獨角戲 就是李爾賽斯 李爾賽斯基本上已經瘋香了 因為他最高潮後面的動作 就是他要從三公尺高 還是四公尺高的地方 就是要做那個翻滾這樣 這樣跳下來的動作 對 普達腿應該找他拍吧 其實那個在慾望成果就有了 對不對 最後重劍的那個 他就是一個要翻 對 我剛剛講 普達腿找他拍 又怎麼了 好 沒關係 還好有普達腿 對 對對對 這樣他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總是覺得他太辛苦了 好 但是就是可以很認真看得出來 就是說 像這些戲對他來講 這個戲一定是他演啦 因為這沒有辦法替代 那這個改編過程本身 當然是用五星過的身體去改編了 所以當然大家要可以特別留意一下這個作品 對 那其實這個吳興國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有特別提到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說那個時空的轉譯 那其實他大概也是必須要去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讓卡夫卡這樣一個 有點像是存在主義式的故事 我們都知道裡面的這個主角 他是早上醒來的時候 他就發覺自己變成一隻巨大的這種怪蟲 那所以就是他必須要去找到一個與惠 跟那個時空是可以跟這個故事結合在一起的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那個靈毛 就是剛剛那個裡面有沒有 他那個靈毛 基本上他是從那個藍靈王的那個故事裡面 我們知道藍靈王大概就是說 因為他是一個還滿善良的人 可是他的獵牆 他鄰國的這些獵牆都想要併吞他的國家 所以他就戴上了一個面具 然後去看起來很猙獰 所以就變成說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人家覺得說對他有一種好像敬畏之心 那其實吳星國他大概就做了一個這樣的設計 就是在那種服裝上面 化妝上面 肢體語言上面 做了一個文化的轉譯 那這樣的話他跟他中間的某一種連結 就可以在觀眾的解讀裡面變得比較具體 我們待會大概都還會再陸陸續續聊到 他先寫了香港三部曲 後來又寫了台灣三部曲 那麼行過洛金大概就是台灣三部曲裡面的首部 那裡面是藉由一個在福建的這個 有點像是鄰人 他的名字叫做許晴 然後到洛金 洛金就是我們現在的鹿港 他到鹿港來 然後就是看到整個這種 傳統戲曲的這種興衰 然後他來了三次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地方戲曲的興衰 然後他自己跟裡面的一個歌技 他們中間的那種感情的這種起落 所以他是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來讓我們看到鹿港這個城鎮的 這種風華的起伏 那各位現在看到 這是一個非常動人的畫面 這是在鹿港的龍山寺前面演出的 那根據這個施淑欣老師 他後來寫的一個算是一個散文 等於他被改編之後 在龍山寺演出 這個施淑欣老師當然本人非常的激動 因為他自己就是 我們知道施淑三姐妹是鹿港人 那所以呢他就扶著 他那時候在生病的二姐 一起到這個地方去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一個這種像情境劇場裡面的 這樣的一個空間演出 跟他後來再到黑盒子裡面去演出 其實是不一樣的兩件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這個行過洛金的這個片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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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一個相當迷人的作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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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每個人身上 都沉睡著一位仙智 當他醒來時 這世界 就多了一位 恐怖的瘟 看起來是滿澎湃的 這個嘉明一直叫大家 不要再叫他劇場頑童了 他說他現在是劇場大叔 他從大概很年輕的時候 就投入我們台灣的這種實驗劇場的工作脈絡裡面 後來又到北一大去進修 然後就是說 把自己再往導演的路徑上面鋪排下去 那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說 嘉明大概你這一次 為什麼還會想要把李察三世再做一個這樣的重新的編排 請您聊一下您的作品 李察 我脫胖 我看到自己照片都嚇一跳 我覺得我其實也可以先補充一下 因為我剛剛其實聽到肯英偉老師講到傳統這幾個是傳統戲劇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有個傳統戲劇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我是導演 他有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到時候來看這幾齣戲 裡面講的都不是人話 就是你發現他不是像我們現在講話 你們都聽得懂 也不是像斯卡羅講的都是話 我的戲裡面其實所有台詞都是押韻的 他也不是像我們這樣說 吃飽了沒有 吃飽了沒有 我們每一個台詞都押韻 然後你看其他的 不管是《行過落金》 或是《推編》 或是《光華之君》 他的台語 他的那個講話的字 我覺得這就是劇場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說 你為什麼來看劇場不看 不看Netflix 不看那個斯卡羅 因為斯卡羅 你到時候有時間還可以自己看 因為老婆把我趕出來 然後劇場其實他的語言的本身 他就會利用他中文的美的這件事情 去做一些很不一樣的一個編排 所以中文的聲音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件事情 他跟英文那些當然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也會發現 這四個作品裡面有個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元素就是音樂性 你會發現他們都有現場音樂 現場樂團 不管是大的 小的 這些事情 所以這四齣戲我覺得從傳統延伸的話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語言性 還有他的音樂性 我覺得這也是來劇場看這種 所謂從傳統戲劇 或是也算是我們一種劇場的一個 真的從以前延伸到這裡 對語言的要求 對語言聲音的要求的一個 還滿重要的一個切入點 那當然你說對 理查三世 對 理查三世其實這一版說實在 其實已經是第四個版本 它第一個版本是在北一大眼的 那是為了帶學生 那帶學生其實為了要訓練學生 其實這個有點像是傳統雙簧 就是講話的人跟 發出聲音的人跟動作的人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假設我像背對講話 大家不知道是我說話 但是跟老師可能會做一些動作 就好像是現在是他在跟大家講說 今天導的理查三世 大家一定要來看 不看的話真是會後悔 之類的 就很像是像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其實這個其實說實在對我來講 它還是從傳統戲劇來 因為我也是導廣阿喜跟昆曲 他們演員在表演上面對於聲音上 跟聲音跟動作的配合 當然包括剛剛說的音樂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精準的 我那時候導昆曲的時候 他有一個老師在訓練那個 在要求他的那個演員 就是他的徒弟們 徒弟的演員的一個字 真的是一個字 修那個字怎麼發那個字 為什麼要這樣子發 發的時候你的身體要怎麼樣 他修了五分鐘耶 就一個字 我一直看著旁邊一直看 他說我的天啊 我自己都快聽不出來 分不出來那個到底差別是什麼 可是他們自己會知道那個 聲音的細節 動作的細節 然後為什麼這邊要要求這樣子唱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講是一種 那種精緻度是非常嘆為觀止 所以不管到時候看 看《行過落軍》 或是看那個《光華之君》 或這些 有些像吳信古老師 這幾個他們受過的那種身體訓練 就有時候你真的有時候 不是只是來看故事啊 情節啊 敢不敢人啊 這種這樣子而已 你就是看他動作這樣子比 然後這樣子 或是說他的翻下來 或是任何他的一個眼神 我就覺得 好好看 那像黃雨林也是 他在《光華之君》 他其實是不會講台語的 我們那時候剛剛跟他合作的時候 是在跟《一星光華之君》做千年 然後他那時候台語真的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用功的演員 他就是一個音一個音 然後去錄下來 請人家念錄下來 然後一直硬背 硬背著然後演 然後就是讓人家一直修 所以到後來 他真的是很常出現在一些 《光華之君》的一些演出場上面 我就覺得他實在是 還滿有趣的一個 不愧是小天后 那這幾個呢 所以講 我又偏提 我再回到理查 因為我想說 就覺得好像要推銷一下 這幾個四個戲的一個共通點 跟他們幾個厲害的地方 那理查當然不用講到大家滿厲害 所以我就覺得不用多說 沒有啦 那其實在這一次的好了 其實大家剛剛看的是上一個版本 就是算是第二個版本 其實還有第三個版本 那時候是在實驗劇場 其實它的尺寸是比較小的 那它的劇本內容也是不太一樣 所以三 包括這次第四次的話 第四次比較接近這個版本 可是其實我們這次舞台沒有這麼豪華 沒有這麼豪華 原因是一個其實我們這次版本 有一點點也是為了尋 可能會去新加坡尋演之類的 那也是想說我們 我也想試一下就是 不要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呈現同樣的一個劇本 所以會特別強調聲音的部分 尤其像上次其實像上次表演的時候 它聲音是比如說我講話 可能就一個人配那個角色 可是我這一次有時候是三個人 一個人幫三個人配 也有是兩個人同時幫一個人配 所以等於說假設我在講話的時候 其實像我們在這邊 但是如果說我們兩個人都幫他配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一種echo的感覺 比如說我一個人先假設有兩者 所以說各位觀眾好 觀眾好 觀眾好 另外可以是當尾巴的聲音 所以他在講話的時候 講話的時候 那個聲音聲音 就是兩個人去搭完那個聲音的部分 去配一個角色的聲音 就讓那個聲音它不是只是 你知道好像寫實的 這樣一個人講話這樣子 而是從聲音的編排去做更多的 一些可能性的事情 那而且我們的螢幕 其實舞台也跟 上次非常不一樣 大家都有手機嘛對不對 然後你到時候就會看到 舞台上有一個非常巨大的手機 六公尺吧 大家應該去蘋果店都買不到的一個手機 我們就用這樣子的螢幕 來詮釋所謂的製造理查三世 因為理查三世這個故事其實是 後來的亨利七世他們都督王朝 他們就像我們現在說前一個 因為政治關係我們都會覺得別人是壞人 對可能毛澤東是壞人 然後之類的 毛澤東覺得蔣宗正是壞人 你知道就是會有這樣 毛澤東是壞人 對 我們都會覺得 所以其實理查三世是壞人這件事情 等於是後面的那個王朝說他是壞人 那實際上理查三世他實際上 他好或是壞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來講他是如何被 這個故事或是這個歷史如何是被製造出來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 所以這些角色的表演性的這件事情 他們如何被 你們很明顯可以看到他們在演理查三世 所以理查三你剛剛看到他其實是一個衣服 一個藕 那其他都是活人 然後這些活人把這個沒有生命的物件 把他變成一個活生生的人 然後可以笑他 批判他 然後覺得他是一個活該去死好的一個東西 對 但是整個製造過程 這次的版本整個製造過程 就會比上一版還要明顯 上一版就是 就是好像好看好看看了一個蠻順蠻有趣 然後也蠻華麗的版本 可是這一次版本你就可以看到 好像是有一個工廠 甚至他們的衣服 在螢幕後面就是一堆衣服 他們就直接跑到後面就換 就跑出來就演了 然後這些人演一演還會去彈琴 然後還會繼續演 就是會是更像一個工廠的狀態 好 我建議你可以做一個青春版的 我會比較好 就是說你找那個高中生 像彬娜鮑雪有沒有 你這不是做完的 對 你就做一個叫做青春版的 對 然後你就找一個 然後就變八個人 一位老師有很多奇想 對 一樣可以找普塔腾來贊助 對 所以是不是因為打疫苗 所以普塔腾變得很猴 對 就是來講 喔 頭痛 然後怎麼了 是 想不起來 然後沒關係 因為有普塔腾 然後就 因為帶高中生應該會非常好 我們今天這個講說沒有 普塔腾不是我們的資源廠商 好 那個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點特別有趣 也想在這個地方分享一下 就是說 其實李查三世呢 他的這個歷史定位 講穿了到現在其實以正史來看 並沒有辦法被定奪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真正說 李查三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君王 可是文學很多時候就是跑在歷史的前面 這個我常覺得就是說文學的力量呢 其實很多時候是一般人很難想像的 就是 比方說 我們常講說 做夢起來的時候的那種感覺 你做了一個荒夢 那個醒來的時候的那個感受是什麼 那哲學啦 或者是那種 比較像心理學啦 其實很多時候寫不好 或者是講不清楚 莎士比亞在《仲夏夜之夢》裡面 就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你醒來的時候那種感覺是 Your ears cannot see Your hands cannot smell 就是你的手沒有辦法聞 然後你的耳朵沒有辦法看 本來就沒有辦法看 就是他基本上是在講說 那種mislocation of five senses 就你五官的那種整個措置 所以在莎士比亞的文本裡面呢 我們看到這種文學 它其實很多時候會 Rise above 就是升起來 甚至凌駕過那個史實的那樣的一種能力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像馬克白就是這樣 馬克白其實是真有其言 就是在蘇格蘭的一個將軍 可是呢 他的這種歷史評價呢 完全不是莎士比亞寫的那個樣子 我們知道在馬克白裡面 莎士比亞的馬克白裡面 馬克白到最後跟他的太太 甚至很多學者都說 這個劇應該叫做Lady Macbeth 應該叫做馬克白夫人 因為裡面那個比較狠的 其實是馬克白夫人 那這個 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知道他是一個 弑君篡位的人 結果到最後呢 我們現在對馬克白的定位 大概都是這樣 就是說他就是一個非常有野心 然後為了野心去殺死 這個一個還不錯的國王 叫Duncan的這樣的一個將軍 那佳明在改編這個 李查三世的時候呢 我相信一定也遇到了 類似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基本上 並不知道這個Richard III 他的歷史評價到底是怎麼樣 可是莎士比亞 確實已經好像去製造出一個Monster 一個妖怪 就是這個有點駝背 而且很多人都說 他這個身體的這個駝背呢 基本上是他 是莎士比亞故意去創造出來的 那好像是在跟他的內心的某一種 猙獰 或者跟那個內心的那種扭曲 形塑成一種對比的關係 那這樣的一種 好像說史實與戲劇中間 這又回到剛剛一尾在說的斯卡羅了 對不對 就是歷史跟文學或戲劇中間的一種 這樣形塑出來的對比 讓觀眾怎麼樣在這個裡面去做摺取 或者從創作者的眼光裡面 怎麼去做摺取 我覺得這好像是我想請教嘉明的 另外一個問題 當然做的李查三世一定會查 非常多他的史料 包括那時候做的出發點 其實看了一個推理小說 就是《時間的女兒》 就是他是幫李查三世翻案的一本歷史推理小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對我來講當然不會是說是以翻案為主 因為李查三世其實當年 他那兩年的過程其實也是有些不錯的政績 而且包括其實那兩個小王子就死在塔裡面 你也想是不是李查三世幹的其實有非常多的爭議 所以其實到此時有非常多很難去確認的事情 那當然我覺得常常以觀眾來講 就希望說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可是對我來講重點就是 這個人物怎麼被製造出來的 這個整個後面的整個機制 整個機器怎麼把這些東西做出來的 所以其實在做之前我會很擔心 因為那時候本來是在學校做 學校做就大家同學或是同學家 或是有興趣的人來看覺得好玩就好 可是那時候在劇院做的時候 我想說大家為什麼要來看莎士比亞 那為什麼要來看英國的歷史 可是其實那時候在做之前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就是 其實歷史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事件或是一些人物的一些情境 或是一些衝突或是一些遭遇 我都想說如果我做一個 我是在學校做就刻意選國外的歷史 然後刻意選以前的一個 遠一點的一個劇本 我想說如果時間跟地點 都不是我們現在了解的時候 當我做出來大家有感覺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 那個大家某種背後的一種 沒有被時間跟地點所綁死綁住的那種 一種沒有時間的這種共同性的這種共鳴 對我來講就是很重要 對我來講這也是劇場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大家來劇場看演出 但是都有感覺 不管它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地方發生的歷史 所以那時候其實在做的時候 反而是要建構這樣子一個 大家進到一個劇場這樣的空間的一種 共鳴或是一種感受 或是這種所謂劇場媒介 所產生的力量的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反而是最重要的 謝謝佳明 我覺得他剛剛說的很清楚的一個點 大概就是說 我們作為一個創作 然後尤其是你在改編一個經典的文學名著 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如果這個創作者本身 跟那個作品中間有一種對應性的關係 那你怎麼樣把自己的某一種 對於他的情感或者是觀點 放進去這個作品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才能夠把這個作品 成功地轉譯出來跟觀眾連結 那我想舉另外一個例子 大概就是吳興國老師的《李爾在此》 就是我們知道說 在這次我們《遇見巨人》的藝術節裡面 吳老師他端出來的是這個蛻變 這是一個solo show 就是他自己一個人的獨角戲 他有另外一個非常知名的獨角戲 就是改編自莎士比亞的《李爾王》的《李爾在此》 那我們先看一下那個片段好嗎 中文字幕在《李爾在此》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中文字幕混音 中文字幕作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李尔在此 他基本上也是一个solo show 其实各位可以发现 吴兴国老师特别喜欢 跟莎士比亚建立某一种连结 莎士比亚我们说实在的 虽然我们都知道 他是十六世纪的戏剧大师 但是从一个研究莎士比亚 跟教莎士比亚的人的角度来看 他其实是十六世纪的一个转译 改写大师 李尔王其实他本身是在讲 一个国王他在退位之前 要把他的国家的领土 分给他的三个女儿 这三个女儿 他把他们叫来之后 就说你们必须要讲出 最动听的赞美我的话 只有在你讲的这个 让我觉得非常悦耳的 我觉得龙心大悦的情况之下 我才会把一块很好的封意给你 所以这是一个父王听信 有点像是谗言 就是这个大女儿跟二女儿 马上鼓起如黄之蛇 然后讲的好像他爸爸是 上帝派来拯救这个世界的 这个国王一样 只有他的这个小女儿 而且他内心其实最疼 这个小女儿叫Cordelia 小女儿来的时候就跟他说 I love thee as your daughter No more no less 我爱你就像一个女儿 要爱爸爸那么多 没有比较多也没有比较少 结果到最后我们可以想见 他怎么样对待他这个女儿 他就是要听美丽的语言 对不对 所以像我们这次的这个语言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个主题 各位到最后他就是 完全不给他任何的东西 叫他赶快嫁到法国去 那就是一个父亲 因为最后被这大女儿 跟二女儿折磨 然后有点发疯的故事 各位这不是莎士比亚原创的 这是当时在英国社会 一个非常热闹的分家产的事件 被沙翁拿来改编成一个戏剧 所以改编这件事情 其实本身就充满了创意 就是你怎么样把一个社会事件 拿来跟自己本身的一些经验 形塑成一个连结 然后经过艺术的转化 变成一个抽象的语言 然后可以跟我们的观众 形塑出某种连结的关系 所以我想这个吴老师 他那个时候在改编 李尔王的时候 是回想起他跟他师父中间的 很多这种过往 我们知道他很年轻 就被送到戏曲学校 所以他的那个老师 跟他中间简直就是 比父子关系 还要父子关系的这样的对应 所以中间两个人 也有很亲密的时候 可是也有吴老师 非常叛逆的时候 然后他的师父 非常觉得他不受教 然后两个人 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跟争执 到最后这些东西都变成这个改编者 他身上的创作的能量 然后变成了一部这样的作品 所以我相信嘉明在改编这个 Richard III的时候 大概也是自己有看到的一些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从这个里面 他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 可以连结到的点 那一位老师需要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个江之翠他们的这个剧团 他们所做的一些戏剧 就是稍微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团体 那在这个之前 我稍微讲一下改编的状况 就是说 像斯卡罗这种改编 跟《蜕变》 或《理查三》这种改编 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如果它原来就是一个 就是在剧场里面特别常见好不好 就是一个大家已经很熟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你越熟 你要为这个版本进行 越激进或者是 很奇怪的改编的时候 其实影响越小 为什么 因为大家对它已经很熟了 《白蛇传》大家都很熟吧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突然演一个戏 就只有讲许仙的故事也没关系 因为大家原来都已经知道 许仙的故事 所以那时候就变成是一个诠释 可是如果说这个改编本身 原来这个来源的这个小说 或故事本身 大家也不熟的时候 那通常来讲 我们就会比较期待 你应该要先把故事讲清楚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漫画改编成是卡通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会希望 漫画的情节跟卡通的情节 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过了一百年的时候 鬼滅之刃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很在意那个 对 所以我想这个在改编里面 是一个还蛮常见 那因为在剧场里面 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 同样一个戏很多人不同人在做 比如说李察三世 有很多不同导演在做 那没有要看一样的李察三世 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 你对他不同的解读 那解读展现在哪里 当然就是透过表演把它展现出来 那你演得出来就成为一种说服 那有的人被说服成功 但是改编越多说服的版本越多 某个程度对于这个原著来讲 是一件好事情 金刚经有百下注 你知道老子有很多注 《红楼梦》也有很多见解 彼此互相冲突没关系 所以越多 所以一个作品如果有越多 不一样的诠释 其实反而是让这个作品 可以变成经典 如果一个作品只有一种解法的话 那其实对作品来讲是一种伤害 那斯卡罗是因为离我们太近 所以以至于我们会用 很现实的条件去看他 可是我们可以马上再做一个斯卡罗 就像你讲那样 我们就把它混卡丝 原住民演外国人 外国人演台湾人 台湾人演原住民 你就打破 那就有两个部 那观众就慢慢习惯了 没关系 对那就是故事 对不对 三国志也不是 你说莎士比亚 大家知道莎士比亚的 38个剧本里面 如果没记错的话 里面大概只有四到五个剧本 是他真正是他自己发明的故事 其他的全部都是改编的 就是看现在流行什么 所以你刚刚讲说 那个利尔王那个三个女 我突然就有一个感觉说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蛮像乡土剧的情节 你知道吗 就是 对啊 密度说 莎士比亚就是那个时候的乡土剧 那我刚刚要补充一个东西是 因为我刚刚在查理查三世的那个时间 就是说莎士比亚在作戏的时候 这个其实等一下应该要问一下加敏 就是说莎士比亚作戏的时候 是有很多政治上的考量的 因为他以前他是那个王宫大臣剧团 捧他的这个 这有点像蓝军跟绿军一样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英国在内战 他们要选那个伊丽莎白后来出来 所以他们之间其实 就是说我出钱了 好像说我是 我是郭董你知道吗 然后我support你 因为我知道国董跟大陆有关系 所以我就戏就尽量不讲道坏话 你知道就类似这样 然后他要一直等到新的 他捧的那一个原来支持他的人 后来真的上台了 他才能讲他要讲的话 所以我原来在查这个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在讲说 其实他 因为以前 英国的国王的王公大臣 是有权利可以进演任何一出戏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 戏的演出永远会受到政治的影响 还有他背后支持他的这些人 所以他有时候现在在做这个戏 就好像现在在做斯卡罗 你不能想说斯卡罗这个戏 是横空而出 没有斯卡罗从 可能文化部或者是 文车院要投资的时候 就已经有在针对某一定的主题了 对不对 比如说他希望大家多了解 台湾本土或者是什么 那这个就已经有政治 政治不是错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里面背后是有一个政治性 在这个里头的 那等一下应该是 我比较想要请家敏回答应该是说 因为我看他前一版 家敏还蛮重视政治性这件事情 比如说他刚才讲说 我们都会把对方看成是坏人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某一种媒体 或者是某一种科版的渲染的力量 那他理查三世就是要去谈这个东西 否则他就不会用iPhone 因为当你要用iPhone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要讲说 在这个时代里面对于我们最有主导性的一种 媒体力量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那更况这个戏里面又有 声音跟身体的分离 还有偶这件事情 所以照理来讲 也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政治性 就是他讲的不是那种蓝绿那种政治 可是他也在讲说 在我们这社会当中 有什么样的力量会 主角我们去认识真理或真相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这个 那现在来讲行过若君这件事情 请过若君 请过若君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 跟刚刚那个 大家前面在讲那个光华之君 是有一点点像的地方是 光华 我先讲光华之君里面是有一个 故事里面是有一个作者 就是一开始是我 好不好 然后我来写一个故事 然后在演这个故事里面的人 变成是有一个说书人 然后这个说书人 他在讲里面的故事 然后甚至到后面的时候 他甚至还会 跟里面的人会对话 这个已经是非常现代的东西了 古代不会有这种写法 这已经很现代 那所以他就有两层 就是我写故事的人 是最外面这一层 然后我操纵我故事里面的人物 然后我一面在大家面前 我跟大家操纵 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 这故事叫王家民的故事 有一天王家民来到了台中 然后他等就亮 然后我就一面就讲他 然后他就进到他这个戏 但是你们知道 他的状况是我讲 就如果这是一个虚构 然后光华之君里面的 这一个故事基本上 结构是来自原始物语 那原始物语就很单纯 就是很日本 就是有点A 讲一点就这样 就是一个 有时一个读过 心动比较粗糙 就是有一个长得还蛮帅 但是已经四十几岁的那个渣男 然后他就是 对 就很多 就还蛮有钱的 对不对 在台中 然后开跑车 对不对 你们就这样想这样 其实很容易想 只是他把它弄得非常文雅好不好 然后有日本的那种物哀 因为日本人就是很单溺于 这个是很日本特色 就是说日本人是很单溺于 那一种感官的美感 就是那种 他们觉得太多事件不稳定 然后那种瞬间的美感 那种美味有没有 那种樱花这样掉下来有没有 这种幻灭顺灭之间的那个美感 感官当下的哪一个东西 他们很肯定这个 所以这个里面 有非常日本心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观华之军里面 我觉得他们也很 把这种日式的美学好不好 就是这种很形式化的美感 我觉得他们雕琢了蛮多的 所以你可以在服装上面 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然后讲一个比较好笑了 这个如果在日本就保总 我以前看过保总纪录片 那保总为什么在日本会 因为保总都演上午场跟下午场 就是太太把先生送出去以后 就去看保总 保总票其实不会很贵 然后他们都会迷 那个里面的那个小生 如果被先生发现的话 先生说你怎么 那就是女子 他也不能讲什么 对不对 就是歌仔戏也会这样 就是太太很迷 但先生也不能讲什么 因为也是女的 就是好吧 所以你会看到 我觉得这对歌仔戏来讲 是算非常少见的 因为歌仔戏它里面也用到多媒体 就是说歌仔戏里面传统的美学或色彩 是比较台湾的这种 我们讲我们台湾这种艳丽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那个色是很浓的 然后是很浓 那它这个其实是非常日本的 就是说你会看到很多素色的东西 那我觉得服装是非常有看透的 就花了不少钱 保总也是一样 好不好 就是说很多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 我觉得这个美感的东西 一定是要去看 好 那我们再来回来讲 那个《行过若君》 《行过若君》 那个演那个女的 那个男的 应该是这样讲 他其实就有点像霸王别姬 你们就这样想就可以了 那他原来是在唱这个男馆的 然后有一次在唱这个 陈三五娘的时候 所以这里就有两个戏好不好 一个是他要演陈三五娘 那就陈三五娘的这个戏 这个故事也在这里面被演 然后这个演陈三五娘的 这一个人呢 因为很年轻的时候演 结果被那个 那个园外看到了 你知道吗 就有点像霸王别姬 就硬要把他娶 他就女儿的 对吧 不是就有点像霸王别姬 那个小和尚 那个小时候不是问他说 我本是女儿生 有没有 不是在弄他的那个舌头 就是他就有点性别错乱 实际上他只是演女的 但是他也是喜欢女的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这样 然后他这中间就是会碰到 不同的三个不同的女性 这个都是他喜欢的女性 所以他三次来台湾 第一次是里面的掌柜 后来又有另外一个歌姬 然后最后一次又来 那时候他年纪已经老 所以这个戏里面就有了 故事里面还有故事 对不对 就是说原来这个故事是讲 他要演陈三五娘 陈三五娘又是一个 也是一个男 也不能讲男馆 就是说那个早期在南方 特别在福建这一代 很流行的戏 所以歌仔戏也会有 因为那故事很有名 讲一个男的 然后为了追一个女的 就把他们那个 就是说要去磨镜 然后就把镜子弄破 就是说没错我背你钱 我就赎神来你们家工作 其实是想要去接近 那个女神 就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也是爱情故事 他有时候要演这里面 所以你就发现说 台湾其实还满擅长这个的 我觉得这连电影都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像大佛普拉斯 或同学麦娜斯 就是我们其实台湾是很喜欢 你如果讲好听的话 就是我们就想法很多 讲不好听的话 就是我们就是 太喜欢搞后现代了 就是我们过现代 搞得非常厉害 对 就是我们玩那个城市的东西 其实玩得满厉害 那我想这个东西 当然有一个原因 也可能是因为 就是我们生活中 有很多怀疑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对于每一个 每一个主体的接受 文字的使用都一直在改变 我讲一个常见的例子 知道了 以前我们都讲中文 现在都要开始要讲华文 你知道有时候华文 我会讲不太习惯 你知道就是用 因为对我来讲 那个字是中性的 就是对我讲说 你就算讲华文 人家也是华文 对 但是现在为了要 有别于中国 已经有的时候他们会 比如说你说要翻译成中文 你要写翻译成华文 就会有这样的用法 所以我们语言的变换的速度 其实是蛮快的 那台湾人是蛮重视语言 这件事情的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 就台湾有一种 不是唯明论 叫唯实论 就台湾人 基本上来讲 相信改变名字就改变一切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那个有一阵子 台湾人出国的时候 要在护照上面贴一个台湾国的那个 对不对 改双 其实那怎么有效 那又没效 但是我们就是很重视 改名字这件事情 有的人会说中华民国 跟台湾国的时候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 名字不一样 好不好 那这个政治立场决定 谁对谁错 这是一回事 但是很明显的 就台湾我们的文化里面来看 我们有一个非常对于 就是我们相信改变名字 或改变文字 是可以造成蛮大的一个改变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说 所以以至于我们的传统的剧团 或者是我们的剧团 在面对传统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已经没有办法 做那种照单全收的东西了 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这个也可能是当代传奇的功劳 就当代传奇在大概将近 30年前开始在做这些改变的时候 其实当代传奇当时在做的事情 是很反叛 就很多做精细的 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天啊 你们原来是一个精细团 好好的 然后干嘛来个什么欲望成果 还欲望 开玩笑 然后演那些西方的剧本 不三不四的 可是这样慢慢下来 其实大家已经习惯 那歌仔戏 传统戏曲就 特别是歌仔戏 我跟你讲 歌仔戏就是更火了 我认识的歌仔戏团 其实大部分都是 对新的东西是很开放 那这个 我刚才讲 这个学生我有教过 在台一大 他也有带过那个精致颜色 那江之翠是一个非常长期在台湾 在进行某一种 对南馆 就明明他们做南馆 但是也做很多南馆 跟现代戏剧的结合 因为那个江 他那个总监已经过世了 那个 周一昌 周一昌他以前是去法国留学的 所以他跟 他跟现在那个就是在欧洲 那个在丹麦那个叫巴巴巴 就是有一个在专门做剧场的那些学 就是有一些大师 现在剧场大师 其实他们是有一些往来的 所以他基本上来讲 就是把南馆 或者这些传统剧就传成 然后做一些现代戏剧的一些结合 但是你还是会看到 他的根部是一个拼贴式的 你知道有一些是拼贴式的 拼贴式的意思是说 其实他也不是做这个训练 他只是觉得说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来加这个而已 但是我觉得江之翠的不是这样 就是你会看到 每一个剧团 都会因为他们本身的训练 的那个传统的来源的影响 他的品味好不好 南馆就是一个很细致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很明显的 你可以在江之翠的 这个一分钟的片段里面 你就是会感觉到很细致 我觉得这没有很复杂 大家都有看过那个 电视冠军吧 电视冠军中间不是都会有主菜吗 不是电视冠军 那个调理东西军 不是到中间的时候都会吃吃 吃吃也是一口而已 你也是好吃 你不用到吃到一碗吧 一碗汤坏掉 你要整碗汤都喝 不用不用不用 所以我觉得你一分钟好不好 一看好吃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他这个做的是蛮细的 那我觉得他们在南馆这一块 是真的是经营了就是蛮久的 我觉得大家真的 就我很建议大家可以批判性的看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对比好不好 比如说你可以拿这个戏 因为他有戏中心 你可以拿这个戏去跟那个 光华之军你可以对照看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两个就会有很多不一样 那还有他的策略 比如说这个戏为了又要让观众 能够看得懂 因为南馆听不懂 所以他中间就是用国语 或者是用中文讲 你知道吗 又斯卡罗又来了 如果现在眼光就说这个要多余 台湾真的是多余 如果不喜欢就说干嘛要这样 反正就是这就是没办法 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个现实的一个部分 就是剧场有一个比较难的东西就是 刚刚王嘉宾讲的声音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中文里面的语言 跟英文是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英文是拼音的东西 英文大部分或者是西欧的语言 是你听到那个声音你大概就会 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 因为他们是多音节的好不好 中文里面有很多是 就是我们那个音是有限的 然后有很多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酝酿 或者是好好的讲话 有的时候其实大家会不知道 那个字是什么字 哽义伪好不好 拿一个伪 伪大不掉的伪 开玩笑 怎么可能呢 伪大的伪好不好 对 你一下就听过 你就有时候这个东西就会错过 所以就变成 声音这件事就变成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说南管在台湾来讲 也还是蛮重要 特别在南部 然后它这个故事又跟陆港是有点 有点相关的 好 我大概先讲到这边 那这个其实周易昌呢 他一开始在成立这个江之翠的时候 他的那个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就是他并不是要 以弘扬什么传统戏曲 或者是南管为己任 就是所有江之翠的团员都知道 周易昌是要做小剧场 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希望他的团员身上的这种表演细胞 可以被传统戏曲给活化 所以后来他就规定 他的团员要去学南管 好 刚刚这个易伟老师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想到就是说 这个戏中戏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表达形式 就是在舞台上面呢 就是我们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类似是有一个 比方说说书人 或者是说这个剧情发展到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呢 他就会跑出另外一个 比方说一个剧团被邀请来了 或者是有一个表演者在这个里面唱一个故事等等 那这种戏中戏或者是story in a story 这种东西其实在西洋的文学传统里面是非常丰富的 大概像比方说像古史诗贝奥武夫 那贝奥武夫呢 他只要打零了这个一个怪物之后呢 他们就会在宴会厅里面请他吃饭 那吃完吃饭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歌手来唱歌给他们听 然后这个歌手就会唱一个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就会跟主要的贝奥武夫这个故事 形作出一种对应性的关系 我跟不同一下 这个连在哲学上都是这样 是的 那个柏拉图的对话里面都有这种情形 就是说先两个人来对话 然后对话也有说 他跟你讲说他昨天碰到谁 然后接着就是他在讲 他后面发生的全部的那个事情 都是透过转述的 不是现场 那所以上这个在莎士比亚里面 最知名的戏中戏就是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其实我们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要为父王复仇的故事 那杀他父王的人正是他的亲叔叔 那他为了要逼他叔叔认罪 他就去请了一批戏子进来这个宫廷里面 然后请他们演一出戏叫Mouse Trap 补暑器给这个他叔叔看 好 这一出作品呢 其实是不管在东方或者在西方 在接收莎士比亚的故事的时候呢 最具代表性的 我想就算我们在座有些人可能没有看过 莎士比亚的戏剧 你至少一定都会听过To be or not to be 那更不要说这部戏呢 其实在日本有一个非常擅长做杀剧的导演 叫做全川信雄 那全川信雄呢改编了 在他这个七八十岁的人生里面呢 他改编了非常多部莎士比亚的作品 可是他独中这个哈姆雷特这个剧本 他一共从他年轻的时候到他去世之前 一共倒了八次的哈姆雷特 而且他认为这个哈姆雷特这个文本呢 他每次到了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心境 他都会导出完全不同的这个观点 那有的时候他会加强 这个哈姆雷特的这个心理动机 有的时候会稍微去补述一下奥菲利亚 在这边是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他每次就会用不同的方式 再去诠释他一遍 那在我的眼中看起来呢 我觉得佳明这次做理查三世呢 或多或少 好像也有一点这样的味道 就等于说 在他不同的生命阶段 从这个顽童现在倒算大叔了 没有 他还是顽童 还是顽童是不是 你只要加一个诗就好了 就老顽童 不要大叔 好 那我们这个老顽童 他呢 好不好 是吧 你那大叔还是老顽童 你自己决定 他呢 这次呢 就是说在把理查三世 拿出来导 那也做了一些不同的诠释 我想请佳明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这部作品对你来讲 好像有一种 蛮深刻的意义 会让你随时都会想到它 其实我刚刚也在听 大家在聊的时候 聊到那个台湾的状况 政治性 或是觉得某种底的一种 拼贴的东西 对啊 我其实也在想这件事情 也是蛮有趣的 就是关于政治性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 最不喜欢在戏里面 直接去表现那种政治性 说反对什么 什么之类的 然后直接讲出来 对我来讲 政治性其实是一个 非常隐晦的事情 或者说它 其实在各个生命的阶段 都会在运作一样的事情 其实刚刚说 那个理查三世 是被制造出来 其实反过来 像我们自己 也是对自己有个政治性 就是我们在看 很多卡通 不是有黑恶魔跟白天使 你自己也不见得是一个 你的脑袋里面两个人 他们也会 良心恶魔 或是他们也会搞 他们的一个政治 谁赢 谁要干嘛 干嘛 他也会在那边对话 那实际上在 身体跟声音分离这件事情 比如说就很像 当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大概有人穿黑衣服 有人穿粉红色 有人穿白色 我们在视觉上面 看到的是一个人 一个嘛 有边 有实体的一个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这一个人讲话 出来的声音 就从我自己的内心里面 讲出来的声音嘛 可是今天身体跟声音 分开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讲 它就会有某种质疑 就是说 真的你内心的声音 是你自己的嘛 你怎么知道 你那个内心声音 讲出来所谓的诚实 讲出来真实的这些话 到底是后面 会不会有一群人 帮你制造之后 然后是透过你的这个身体 讲出来 可是我们看到的 视觉上又是一个 但是声音上 我们就觉得 好像以为它是一个 所以那个幻觉 知道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 就是你怎么知道 你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 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这价格体现在 不管关于历史 关于食物也是嘛 各种菜 西方的眷村菜 或是小吃的这件事情 我们对一些的认为的 正确的价值观的 这些事情的背后 其实有时候都会 甚至一个 有时候可能是一个 集团搞出来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其实在做理查三次的时候 在跟演员工作的时候 其实这都是一件 蛮好玩的事情 那声音本身其实也是 刚刚提到声音这件事情 其实中文的声音 真的麻烦 我们这些声音就是 是属于比较少的 比如说好 好 好 对你 其实你听到的 比如说异议 异议 你如果不说 是哪一个字的话 或是不放在句子里面的话 你其实不知道 我讲的是哪一个字 然后这个音响到底 其实就是音乐剧嘛 所以 所以这其实 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所以第一个状况就是这样 中文呢 是单音节 所以我们会有非常多的成语 你知道这为什么 会有很多成语 因为这个成语就是用来 协助我们 因为单音节 然后最多就是两个字嘛 你知道英文就是什么 Internationalization 这就好几个音节 它就一个字 没有我们一个字就是单音节 所以就变成要发展出 很多的成语 那这个成语的好处 是因为它有四个字构在一起 然后听起来不太一样 好不好 以至于它可以用来补足 我们在声音上面变化太少 然后因为中文 声音上面变化很少 简单来讲就这样 就这个语系 叫汉藏语系吧 所以为什么它很依赖视觉 就是说有很多讯息 其实是用视觉方面去补充的 那有好有坏 我只能这样讲 但是它有造成一些现象 所以它就是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成语 其实成语是很好沟通的东西 所以我教权写作文就说好 可是你如果要写作文 你就不可以用成语 因为成语 成语会剥夺你观察事物的能力 简单来讲 你说为什么它很漂亮 美若天线 美若天线 没有啊 我没有看到它 你懂吗 你只是用了一个 我们习惯用的东西 所以就要禁用成语 因为禁用成语 你才会去描绘说 那它为什么很漂亮 它眼睛是怎么样 什么东西是怎样 这个写作观点就完全不一样 其实在编曲上面也是 其实在编曲上面 因为很多时候中文的这声音 若你往上往下不一样 其实你产生的字是不一样 字不一样的时候 它意义就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在很多的歌里面 都会有所谓导字 最明显就国歌 如果我们不知道歌的那字是什么时候 我们听到是一声 然后无当说中 就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唱 假设你想象你不知道 那个字是什么时候 你会发现你真的不知道 它在唱什么 可是这件事情 其实也跟产生的年代有关 就是那时候一堆 民国春节一堆人去西方 学一些作曲 就很开心回来 就开始那边写一些好听的曲 那时候其实也不太有意识到 导致这件事情 可是你听台语 其实很多台语歌 广义不太会有这种事情 这个东西其实也跟 就像刚刚说 其实方言跟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话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课语跟台语的颜色比较多 那我们现在就有十几声 其实它的颜色本来就是比较少 你买12色比买24色的 它能够画出来的一些 就会不太一样 这个也是在做剧场的时候 其实蛮有趣 在执行上会遇到的一个很多问题 那我觉得在音乐剧也是 音乐剧 其实它在做音乐剧的时候 其实也会在 就会吵一个 要不要上字幕 那有时候为什么会听不懂 其实有一个部分 会卡到就是说 如果你的旋律线 跟我们讲话的这件事情 的旋律线是撞的时候 其实真的听不懂的那个字是什么 那我们的字幕文化确实非常的流行 所以刚刚一伟老师在讲那种视觉 对于我们讲中文的人的那种辅助 我觉得确实好像已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非常如实的存在了 我们已经被弱化了 因为基本上来讲 我们的电视节目里面 就是通通都有打字幕 你知道就是你没有打字幕 你就不太能够 就是真的是不太能够看 那你看西方的话 他们就不用打字幕 为什么 没有这个真的是跟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那太复杂 你没有加那个字 你真的会看不懂 你会听不懂 不然他就要慢慢讲 不然就要加很多解释 但是西方语言这个问题比较小 因为那个一听就知道不一样 你知道吗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 你知道那个音 因为它就是拼音 它拼音就是代表 你看到这个字你就知道怎么念 中文这个汉字 看到你不见得知道怎么念 我每次去买衣服都哽一尾 哽 哽怎么写 后来我都说我心消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 听得懂他不会写 哽 我说写一个儿一个火 他也是写错 好几次 所以我有时候 现在去Starbucks也是这样 我看得很少 如果看那个 我觉得他 因为现在的人又更不会写字 你知道吗 姓王就好 对 下次我会姓王 就是都不会出错 就姓哽在那边讲很久 你怎么办 你就说是个性梗直的梗 就可以了吧 不见得会写 他们说自己姓萧 他觉得笔画太多吧 好啦 但是我刚刚在讲的是说 在我们的这种 在英文的系统里面 就是这个word 字 然后world 世界 然后war 战争 就是说这三个字 其实在念法上 其实也很接近了 那我们的那个 很多学生在学英文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稍微 那个耳没有卷到那个地方 其实人家听起来就像war 那到底是war 还是world 还是世界 这个其实就是 英文这个语言 它有妙用的地方 那我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外文系 我们的那个隔壁 就是华语中心 然后就是很多外国人 在这边学中文 然后他们就说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这种 学中文的人 从小到大 你知道对他们来讲 最难的两件事情是什么吗 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四生 对不对 你最常听到他们在夜市里面说 我咬一个眼书机 有没有 就是 然后我们台湾人都会很nice的 就是说你中文讲得好棒 那另外一个困难就是 他们对我们的计量词 觉得非常的辛苦 因为他们都是a book a table a desk 可是我们是一张椅子 一个人 一本书 就是那个计量词 对他们来讲 他们永远搞不清楚 为什么不能说一本人这样子 所以这是语言中间的一种繁理 可是嘉明的这个作品 大致上大概就是可以用word world还有war 大概给他做一个小小的这种定论 就是说他大概 尤其是他这次玩声音 玩得这么精彩 我相信大概就是对于语言 对于声音 有一个想要去铺展他的这个目的性 要不要介绍一下演员 因为我想说或许可以 如果观众有兴趣的话 是不是这一次的卡斯 还有他特殊之处 对 那个 不过他刚刚讲那三个单字 有在我剧本里面 的一句话里面出现 这次演员其实跟上次不一样 上次其实是 那其实对我来讲 也是像这个戏曲一样 因为对我来讲演员不一样 版本就会不一样 那上次是线一轩当理查山 因为她是一个女性 然后这次的话 其实我们主要的角色 就变成是莫子怡 就上次是影后 这次换影帝 在想说至少觉得好像比较 没有好像怎么样子之类的 那而且的话 因为其实我换了一个演员 我就在思考整个演员的组成 对于这戏的全是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这次 基本上是全 我自己不会对外说是全男版 因为中间我可以 中间其实有一位叫小巴 就是赵一兰 如果你们有看明星运动会的话 就看到他 所以我们这次演员13个 基本上就站出来 就觉得好帅一群人 那当然其实 其实理查山是这个剧本 在莎兹比亚里面 他的女性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他的台词量 也是仅次于哈姆雷特第二个的 一个非常厚重的一个剧本 那当然那个很多人会觉得 那到时候我来看 这些演员 又13个演员有一堆 大家也不知道 谁是谁的一个细皮 说他里面叫Edward 就至少三个 而实际上Richard的爸爸是叫Richard 而Richard的哥哥的儿子 一个叫Edward 一个叫Richard 那他的哥哥其实是Edward 那这样听就听不懂 对不对 所以其实重点呢 就是来看戏 一定不是搞清楚 这个戏谁是谁 那得有什么好看的 那其实实际上 这出戏在国家剧院手里 其实说在那时候要演出前 又在剧院 你知道一个晚上1500个位置 我想说完蛋 观众到晚来看 不要会怎么样 其实我也不太能预设观众 可是其实手演完之后 口碑出来 最后一场其实是卖光 然后有人排队买不到票 就是我那时候也觉得很好玩 就是其实你是来看一整个的 一个所谓的一种 你知道那些人性在里面纠结 所以你出来 其实你知道在这个角色 即使在欧洲演出的时候 观众也不见得知道 那些关系谁是谁 甚至有一个版本的演出 它后面就直接是一个大黑板 然后把那个族谱 因为它是内战 就是家族之间的内战 就是表哥杀了表弟 或者谁杀了谁 你知道都是家族之间的 可能都是姓正啊 家里可能都做麻糬 没有啊 然后然后他的那个 感觉理财神是真的很适合 改编成乡土区 是啊 其实他本身就是乡土区 他只是发生在一个政治市家而已 贵族市家 只是没有卖牛排 就是把他改成董事长就可以了嘛 对对对对对 总经理 总经理 他会大股子 对对对对 我之前一个那个 《鞋语玫瑰》 他里面就在讲 其实有一段讲的关系 全部用台语的 台语的亲戚的称呼在讲 那我刚刚讲到那个演出 后面就是个大黑板 他就把那个族谱画在上面 谁死了就打个叉 谁死了就打叉 那观众超清楚 可是你知道 有时候戏不是用清楚 又不是discovery 所以重点根本不是 我来演discovery 给大家看说 李沙山的历史是什么 好清楚 就很开心的回家 绝对不是这种事情 它是就像我刚刚说 它的语言性 它的音乐性 它的表演 整体的一个剧场力道 怎么呈现 对我来讲 才是一个重要的 那当然我中间用了非常多的 多媒体的所谓影像的这件事情 它其实会穿越到 一些观众眼前之外的剧场空间是什么 就是不只是那个 它会把剧场在外面发生的事情 在外面演 然后观众前面其实是空的 然后就透过影像看 你好像在偷窥 这个空间的外面 好像有个密室会议 好像那边在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他们发现他们在偷情 所以就去Motel抓 对 所以影像就带到那个Motel 对 然后观众就有一种偷窥的一种 觉得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可是眼睛又移不开那个荧幕 的这种 人就是人性其实有趣 有时候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有一种纠结 不想承认自己欲望 欲望又一直跑出来 又出来又一直不想看到它之类的 我想嘉明他这样子说 大概也算是帮我们 今天三个人的一个对话 算是下了一个小小的注脚 那大概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 今天所推荐的这四个作品 它都是文学开出来的故事 那这些文学作品 它经过一些改编 然后放到剧场里面来 那我们知道剧场跟其他的戏剧形式 最大的不同就是身体感 就是我们的演员是在各位 就像我们现在座坛一样 我们三个人是活生生地坐在各位的面前 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想念剧场 那希望真的可以回到剧场 那等于说 从那样的文字变成在舞台上面 藉由演员的身体传递出去的一个故事 这样的这个表达的形式 其实大概就是我们在《遇见巨人》的 这次的这个节目里面 能够看到的最具体的这样的四个故事 那我最后想要请这个一位老师 大概就是稍微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像这种文学作品 它这样子变成戏剧化之后 您个人大概会觉得说 它比较重要的社会意义 大概是在哪一个层次 像比方说嘉明刚刚就会提到说 因为他不喜欢直接去讲这个东西 把它讲得这么白 所以透过戏剧 他其实就变成是 他好像可以把某一种 他对社会的关注 放在这个戏剧作品里面 那不知道一位老师 今天虽然keyword一直给我们放错 就讲什么普拿腾 斯卡罗 可是就是说 对您来说 他的社会意义大致上可以怎么样来看 你如果有没有在读小说 假设你先读《红楼梦》的时候 你读到的就是那些古文嘛 所以就是 你就只能够靠你自己 在读的过程中去联想而已 可是通常来讲 戏剧改编成舞台的时候 或文学改编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牵涉到 你是用什么样的形式 或者是版本 那某一个程度 假设像嘉明这样的话 他用了很多的手机 或者是摄影多媒体的时候 那他就在原来理查三世的这个主题里面 就可能找到了一个东西 是可以协助观众去找到这个文本 跟现在这个时代对话的关系 所以演出版本就是一种诠释 它不等于 然后这个诠释某一个程度 就是在诠释我们这个时代 跟这个剧本的关系 比如说 或许在以前的人 在读《成三五娘》的时候 可能关键根本不是性别 或者是像难管这样 可是现在人可能看到的是 比如说是身体这件事情 然后是性别认同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时代里面 很关心的一个议题 那像蜕变的 那它是一个西方的故事 它用了无心国的这个身体里头 可是可能这里头有 来自无心国 它本身在它过去作品里面 比如说它可能有某一种 假设你看蜕变的这个戏的话 你会看到有动画 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个 很像一块大石头 可以分合的舞台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 就是穿着那个戏曲衣服的人 但是在讲一个卡不卡的一个故事 好不好 你会看到有一种 有一种很拼贴式的这个荒谬 在这里头 实际上没有啊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 你打开你家的电视 你就会看到你家电视台的那个画面里面 假设新闻的话 楼下是一条 今天下午即将停电 中间又是一条好不好 那个什么疫苗 旁边又有两条 全部都是不一样的新闻 然后画面还跟画面是不搭配的 画面又是一个 然后这五件不一样的东西 在同一个舞台上面出现 就是荧幕我们通通都看得出来 我们还有能力分辨它 没有 我觉得我们也很多 剧场也有很多是这样 但是 但是所以对我来讲 这都是一种肉身的诠释 就是 那我想 然后每一个时代可以有不同的诠释 好不好 没有人在改那个剧本 那剧本就在那里 怎么改 那个是子 所以没有人 所以不是说 加明改了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 没有 加明没有改莎士比亚理查三世 而是加明他自己就像 就是他好像是那个什么 我是歌手吧 对不对 他有他自己对那首歌的唱法 但是那个原唱还是在那边 然后每一个时代不同的诠释 就赋予了这个经典有新的意义 那因为我们现在才在台湾 才是开始剧院比较多 其实在国外 我讲法国或德国的例子 他们盖很多剧院 那为什么要剧院 因为剧院有一个宣传经典的功能 就是说 因为西方是很早就有剧本了 就是我刚刚讲柏拉图时代 柏拉图之前 柏拉图的时候的前一代 就是他的老师 苏格拉底的时候 就是希腊悲剧 正在流行的时候 那古希腊从希腊悲剧 这样一直这样流行下来 这些经典是要用被演的 就是说萨士比亚不是拿来赌的 那请问要在哪里演 那一定要在剧院演 所以剧院的存在就是要 赋予这些经典 不断地给予新的生命 要让大众看到 然后他也不能只看一次 那所以他来看第二次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种导法 他就说原来这个戏是有这样的意义 他不是去看剧本好不好 剧本他其实不用读 他应该是要来看戏的 所以某一个程度 你说像理查三世 就是加密版理查三世 他可能已经做了三五版 那慢慢慢慢 如果说有一天 他自己把这个剧本出版了 因为他自己也有 等于是台词也是自己改 那或许以后就可能是一种经典 那年轻的人又再用新的方式去诠释他 那这个时代的这个 然后每一个时代的剧本 最重要的特质 还有一个特质是什么 还是跟语言有关 就是这个时代的剧本的 那个写出来的对话方式 特别在以前没有录影的时候 其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 说话方式跟口气 你知道每一个时代不太一样 你去读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翻译的 欲望街车的剧本 就发现说那个中文很古典 那跟现在的中文都不一样 所以现在甚至有一派认为说 每一个剧本应该平均每三十年 要重新翻译一次 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是用他 那个时代里面 最流行的语言去翻译 可是这个语言会过时 对不对 我们那个时代说 你在干嘛在把妹 现在哪有人在讲把妹 一听就知道这个一定是老人 都要说了妹对不对 对啊 语言会有它的时代性 所以你为了 所以剧场就活成 所以你为了要保持跟 当下的观众沟通的时候 你就要试着再去用一套新的语言 或者是那个时代的语言 所以我想 我想就是 这也是剧人来的意义吧 就是协助我们用各种 不同新的方式去认识这些经典 然后这种阅读跟体验的方式 跟你自己再读剧本诗 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 你们如果来看理杂志 就是你们看这四出的 任何一出戏都可以 我跟你讲 这里面绝对那个东西 跟你看小说 还有看手机萤幕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真的就是不一样 就是那个 罐头水果还是跟真的水果不一样 你可以回去吃凤梨看看 你如果真的吃过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看戏 就是如果你有吃过 真的好吃的凤梨 就不会想要吃罐头凤梨 非常谢谢一位老师 最后等于是帮我们做了一个总结 那我想我大概还要再补充另外一个 跟巨人有关的这个意涵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艺术季 叫做遇见巨人 可是其实在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 阅读或者是看戏的经验里面 其实比较多的会知道说 这些所谓的巨人 就是这些经典的创作者 其实他大部分写的都是凡人的故事 就像契科夫 他写的就是一群在平凡不过的人 就像莎士比亚的喜剧 当然莎士比亚那个时候有另外的 但就是说他基本上写出来 就是人的七情六欲 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像刚刚比方说讲到那个 叫什么 欲望街车 他大概讲的也都是我们凡人的 在生活里面所遇到的问题 所以巨人的脚步 其实是踩在凡人的生活之上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今天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请到 这个国际上面的团体来我们台中 跟观众朋友们见面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拼贴的 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locality跟universality 就是这个在地性跟普世性 其实基本上就有一个可以对接的这个点 那我们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在地的故事 然后等于说 有人是经过一种经典的重新的诠释 有的人是从鹿港这样的一个 在地的地方长出来的血肉 但是这个到最后 只要经过一个好的艺术的处理 那么都会变成是 不管哪一个国际人士来看 都有感的这样的故事 那么所以在座的这个来宾 如果说到最后对于我们这些戏感兴趣的话 应该可以上这个OpenTix去购票 那么这个部分大概就是说 在《遇见巨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行之有年的这个艺术节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讯息 推薦你们歌剧要看 塞尔维亚立法师 因为第一个这个塞尔维亚立法师 本来就是很容易看的歌剧好不好 第一个你从歌剧就可以看得出来 西方就是已经很早都进过那一关了 就是他们的这个歌剧就是都是有很多新的诠释的 就好像华格纳的歌剧一样 就是不会再用以前那样的方式演 都是要是试图去他找新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版本好像是跟丹麦合作的吧 类似的 我觉得罗斯尼的一般来讲 你如果去国外的歌剧院的话 如果卡OK来讲 罗斯尼就是古情迷迷 就是一定都会有人点来唱的 就是那个就是长眼歌目好不好 就是一定必点的 而且里面你听你就知道里面其实很多歌很熟 罗斯尼的歌剧很容易听 而且这喜剧啊 好 那我想我们三个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聆听 那么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是可以扫一下这个QR Code 那您可以用这个slido 大概写下你想要问的问题 那现在是不是好像之前已经有那个观众朋友先写完了 好 那大概现在您还可以继续写 那因为我们今天防疫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会把麦克风这样传来传去 所以比较鼓励大家就是直接上这个网站上面去写 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说 针对影视演员演出舞台剧 有什么需要克服的 以及有什么想法 那这个我们当然要先请嘉明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来 请说 影视演员啊 因为其实现一轩跟那个莫子怡 他们本来都是舞台剧演员 所以他们等于是回到舞台剧演员 而且他们两个都很爱演舞台剧 其实反而比较麻烦的是经纪人吧 就是你知道因为做剧场他还是很多行政上面的考量 所以他们其实因为他们有经纪人 他们有很多档期甚至是费用上面的考量 所以反而是倒是在调 他们在调整上面的话 他们其实对舞台剧比较熟悉 反而是他们去演影视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面对镜头 因为麦克风收音 所以他们声音不能太大声的这些所有事情 他们其实就是要调整一下他们那个表演的方式 可是其实你如果看国外的很多的演员 他们其实也都是舞台剧出身 然后他们其实对这个其实也没有是 就是那调整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看NT Live就知道了 很多英国演员其实都是演舞台剧出身了 然后美国 我觉得他们有形成这样的传统 我觉得台湾可能还是需要慢慢一点时间 就好像你们如果有看那个 就是说一个演员 不管你电影电视演的怎样 你最后还是要去演舞台剧 你才能够证明你的演技是好的 那日本也会有这样 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挑战 那也是一个荣耀 不会去计较那多少钱 那台湾好像还是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这个文化还没有慢慢形成 但是但是长期来讲 我也会觉得说 没有啦 影视演员有来演舞台剧 也是有它的好处 因为有的时候的确我们是需要这样的话题性 在日本也是很多这样 日本有很多百货公司都有商业剧场 那日本那什么新帝国剧院 什么国立剧场 那也是很多大明星常常要去演戏 然后档期一排就演很久 我上次去东京艺术剧院看那个 有谁 有那个西木附冲 大家知道就是好几个 三四个都是有名的影视的演员 在那边演舞台剧 对啊 而且其实像 也不用说像韩国 像《鸡之一生生花》里面也是 里面很多唱音乐剧的 它的舞台剧底子非常强 所以其实应该说 影视演员出演舞台剧的话 影视演员可能在台湾 可能真的有时候要加强 他们的身体跟一些声音的训练 因为在不然在刚刚说 日本或是在韩国 他们其实很多的演员 都有这些的基本的一些训练 我又举一个例子 日本的那个在大阪 他那个叫什么 就是他有一个专门在 经济喜剧的那个艺人 吉本 吉本新业 吉本新业在那个隔壁的 百货公司楼下就有一个 类似像这样这么大的 晚上在演出的这种小剧场 然后呢 当然他们也是有点像在演餐厅秀 可是他们就是当他们艺人 一定要来这种现场 演那种卖票的节目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像台湾现在的 这个线上最厉害的这些 可能是以前的张飞 或者是胡瓜 他们都有经过秀场 因为你经过秀场 你才知道 你现在讲的笑话 别人现场真的有反应 然后你才慢慢会训练那个节奏才有本能 你都在建设前面的时候 你根本跟现场观众就没有互动 所以现在 早期比较厉害的这些 就是现在的这电视节目主持人 其实都有经过现场 就对我来讲 剧场 最重要的意义还是要有现 就是它是一个现场的东西 那现在很多艺人 他就是直接就是上电视 其实他根本没有收到 剧场的这个磨练 那日本他们那个艺能公司是 他们常常是他们是有 电视也有剧院的 所以他们会去交叉去训练这个演员 我们这边年纪稍微有一点 都有看过《千面女郎》吗 《玻璃假面》有看过的 稍微偷偷举手一下 我看一下 知道我在讲什么的 你如果去看那个漫画好不好 叫做《玻璃假面》 或《千面女郎》好不好 你如果去卡通都有 他就有大多艺能 对不对 然后那个公司就是有剧院 也有拍电视电影的吧 对啊 那个就是日本真实的状况 好 那接下来这两个问题呢 大概都要请佳明稍微回答一下 那我就一起讲好了 好 就想知道之前的《理查三世》 跟这次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混音在这边 是不是有代表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其实刚刚有稍微提到 其实一个是 演员上面的组成成分非常不一样 那人数的话 而且这次因为不一样的话 就等于是说 刚刚也提到他的扮演性会非常不同 那等于13个演员要演所有角色 而且13个演员其实本身也是包括 乐手也是这13个演员里面 也就是说你会看到 之前是分开的 你会看到这些演员 他同时演演会跑去打鼓 会跑去弹keyboard 弹钢琴之类的 所以混音这件事情 其实有几个就是 这些声音就 不像上次分得这么清楚 配乐的配乐 然后这个角色你演这个就是他 然后他的就好像一对一的 这是把所有东西去混在一起 声音上的音效上的 演奏上的声音 全部是混在一起 拉强他的表演性 然后混音这个东西混 因为你知道李察三世大家觉得他是混蛋嘛 所以那个混也有一种 很像某种街头 某种比较野的一种感 像跟李察三世 好像一个杀剧跟混音李察三世的那种比较野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整个演员之间的比较疯狂的一种扮演的状态 其实整个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的提到 刚刚就说到用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是用摄影机拍 我们这次现场全部用手机拍 那它其实反而手机拍 有些技术我们其实也还在试 那包括荧幕的size其实也是手机 它是直立的 你知道直的荧幕跟横的荧幕是差非常多的使用方式 那size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影响人的感官的一个内容的 它不是死的东西 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或是比如说大家看这A4 A4是指哪来的 这个size是哪来的 我们以往都没有这种size 我们都是卷轴啊 长的或是横的一条 这个size我们为什么现在用这么习惯 这size就是透视法来的 透视法这个size最好做 所以这个size我们一直常常用 觉得就理所当然一直用下来 其实这个是影响我们的一些视觉框架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尺寸 那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荧幕大小的时候 其实很有趣就是 你看现在我们的照片啊 如果有人用IG的话 其实大部分是偏正方系 所以那个size这件事情 觉得在媒体上面很多时候 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刚刚接触剧场的观众欣赏一出戏的时候 除了从故事演员的技法去欣赏之外 还可以从哪些地方去学习看戏呢 那我们是不是请一伟稍微聊一下这个部分 没有 这有标准答案有没有 我只在想说 不要说学习看戏这件事 因为我会觉得这样看戏好不好看 所以我还是觉得看演员不错 就如果你喜欢莫子宜 你就觉得莫子宜好帅你就来看他 还是你觉得谁很漂亮就来看他 因为看戏真的就是追星 就会从这里开始 然后你戏看多了 我只能这样讲 因为看戏就跟你听爵士乐是很像 就是说那个 或者跟你喝红酒是很像 就是那个细微的差别是花时间 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累积出来 那个没有规则没有诀窍 但是我觉得 重点是你要在一开始看的时候 你就要喜欢 那我会说OK 现在台中的台中歌剧院 歌剧院选的节目是真的是还不错 我就觉得说对你就可以 你生活中有很多事可以做了好不好 那一个城市有一个剧院的话就是 那你也可以选择每个月来这边看一齣戏 我以前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我真的我每个礼拜 我的规划行程都是去看戏或听歌剧干嘛 对 就是会有很多很有趣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 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 像导演手法啦 像灯光啦 那有时候也可能从文本是有关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兴趣最重要 就是你还是要有热情 好不好 你要有热情的话 你去读那个剧本 或你去研究说这个导演之前做了什么 才不会是一个功课 因为我觉得看戏不要把它变功课 你如果变功课 我还是建议你看Netflix就好了 对 就是不要那么有压力 就是还要花钱还要在 我觉得不要这样 我觉得 我觉得要从这里面找到一些趣味 那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先从演员跟导演出发啦 就是说比如说你来看王家民的戏 然后你就王家民的手法你很喜欢 那你就开始从他这个导演 还有他合作的演员慢慢出发 然后慢慢慢慢你就会 在这里面会看到一些手法 然后会跟有一些东西会有 比较会有一些不同这样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好奇心跟热情还是比较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 然后那个时候往往来自某一个人 对 好 那家民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 用西方的故事 用东方的表演艺术来呈现 它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我可以先讲 我讲学生这个最麻烦 学生每次在讲 我就觉得有时候学生脑袋就很硬 他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 这个戏不是一个西方故事吗 那我把它改编成中文版的时候 为什么我还要用中文说 罗里卡 为什么你也来接收材 我说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不会啊 你没有看日本卡通吗 那里面每个人都叫外国名字 也是叫日文啊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说我说有些演员他会 他会卡在 其实剧场是一个契约 就是说其实对观众来讲 一个七可夫的戏 你把它改编成台语版 然后里面还是讲叫伊莲娜 我跟你讲 其实观众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 但是我长长碰到的是 反而演员 有的时候会这个会有点卡卡 就是我常常会剪导 在排戏过程的时候 有时候有学生就 就想说为什么 这个是那么难说明这样 对啊 没有看过天空之城吗 没有看过那个 就是那个宫崎骏的卡通里面 全部都是外国人 在讲日文 对不对 没关系吧 对啊 通常 通常 通常戏不好看的时候 就会讲这件事情 通常觉得戏不好看的时候 就会讲说 为什么要用这个中文 在外国戏上用中文 通常是 原因是因为 就会这样 就像如果说有观众 比如说有朋友看完你的戏之后说 你这戏是做给自己看 还是做给观众看 这个问题其实90% 就是因为他觉得戏不好看 所以这个问题 有时候本身 不见得是 直接要回答问题的这件事情本身 因为西方东方这件事情 也是被切开来的 就像 我为什么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 为什么要演一个以前东方的 然后这些故事 我就觉得 因为其实有一些东西 为什么会有共鸣 那这些东西 其实不见得是 或是说你戏里面 把他的系统建立好 比如说 像我就会选择 比如说假设 我到底要叫乔治呢 还是要叫George 那这个人叫他George 然后那边那时候又叫他 又叫他Edward 一下中文一下英文 其实观众会乱 他的系统本身就是没有建立好 所以其实 观众现在看是乱的 所以我要叫他是用Edward 还是叫他是乔治 我其实这个规则就是要定好 所以这个就像默契的建立 可是我以为霹雳火 已经把这个东西给淡化了 对不对 George一早会拿来拿来 对不对 对啊 就已经被淡化掉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是说 把文学作品以舞台表演来呈现 最困难的部分会是什么 这个有点像前一阵子 这个就是跟斯罗卡的状况是很像 就是当这个作品是越近代越新的时候 观众就免不了会用原著的标准去看它 因为剧场的世界跟小说世界 是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一个小说很长 我可能只能浓缩几个重要的节目 来呈现而已 那 然后因为这样的时候 就会有些东西 而且还有有的时候可能为了演出 或者是因为角色的需求 可能有些东西也会跟原来的剧本不太一样 那常常观众就是会带着他原来 从小说里面看到的那一个东西 来去要求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常常 台湾在改编的时候 那伊伟你要不要顺便回答一下 下面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们是相关的 就是在重新诠释跟 根据当代脉络转译经典 逐渐成为主流的时候 老师们是不是正常鼓励这个大众阅读原著 对我来讲改编是一种说服 就是说 比如说嘉明做理查三世 如果嘉明的理查三世成功 对我来讲 它会有一个附带效应 就是说那你会想要去看一下 原来的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在讲什么 所以对我来讲 对于经典诠释的作品 如果成功的话 它会引发读者对于原著的好奇心 好不好 这是一定的 你如果看了那个什么连续剧 说斯洛卡 那你就会想说 那想要读一读小说是怎么样 对 但这两个东西不用 布定是一定要 是要一样的东西 那像我们最近在 我们也要去卫文 我们有在办那个文学改编工作坊 因为就现实来看 如果你以奥斯卡奖 有人统计过奥斯卡奖里面 其实有提名得奖剧本 有三分之二其实都是改编 也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原创故事很少 真正大部分的故事都是改编的故事 就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小说 或什么我们来改编 那改编很难 因为改编没有标准 对 但是 改编可能是未来会 会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 我可以提一下 就是文学作品的改编 尤其是像小说改编成 舞台剧的这件事 因为之前做《亲爱的人生》 然后我其实看那个短编小说 其实你会发现 大家看小说的时候 它可能会 有很多文字在描述 这里是哪里 什么什么之类 就会写很多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拍电影的话 场景 它可以拍这里 这里就是这个场景 可是在舞台剧上 是不可能这件事情 所以它在一个单个时间 画面能够容量的资讯量 不同的媒介 其实是非常 是不一样的事情 你看一本小说 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 或者它的文字 就有文字速度可以看 但是 在剧场里面 它是说出来的 它没有办法一直换景 那如果你只是用 投影去换不同的场景 那其实是一件很笨的事情 那剧场其实是一个非常 这个是一个 就是一桌而已 它就可以成立很多的场景 这是它厉害的地方 也是它进到这个空间来 就刚刚提到一种 大家的默契 所以这边是 所以你变成剧场作品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如何激发 大家的想象力 跟去认识到 你用小说这个 就有文字 跟只有剧场的这个媒介 的不一样 但它跟电视电影 又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 大概两年前 三年前 那个柏林的 那个雷寧广场 萧布奈 来台东歌剧院演 楚威格的那个小说 然后那个叫 《同情的罪》 你们有人有看过吗 我觉得那改编 就非常成功 好不好 就是 他有赋予他 自己的一个诠释 而且用了几个演员 然后也是用声音 他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群演员在赌剧 就他也有声音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那非常好看 但是改编不容易 然后 没有标准方法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 跟婚姻很像好了 我这么形容好不好 改编就跟结婚很像 对对对 就每一个都要做 但是 没有标准的成功之道 但是就是 但是就是要去努力 那 有的时候 而且现在我对 现在很多 改编的方法 不见得是剧作家 把剧本改成小说 而是有可能 我想家命也可能 就是我一群演员 我们一起 用演的方式来改 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演员 所以 那个 演 我现在就讲说 演那个《同情的罪》 的那个导演 叫Simon McBernie 你们上网去查 《同情的罪》 Simon McBernie 是一个很有名的英国剧团 叫合拍剧团的导演 他们就是很擅长做 集体装作 他们也很常在改编 文学作品 我认为他未来两年内 有可能来高雄或卫园 好 我就这样讲 我认为 好不好 然后他的戏非常好看 你们一定要记得 从哪里开始 你就从这里开始 《同情的罪》的那一个导演 好不好 Simon McBernie 那大概是我在英国读书最难忘的记忆 就是那个 他的那个剧团叫做Complicity 那是非常肢体的 可是就是说他的改编的那个本子 一定是文学性很强的 有的就是记录文学 我可以再举例 他之前来台北 他那个导演来 那个都是大家口的 春琴 春超 对 春琴 古奇润一郎 古奇润一郎的那个小说 春琴 然后再结合那个叫《英语座》 但基本上这是春琴 他也是把它做了一个很棒的改编 然后就是用表演 就非常好看 然后很多人都看了又 然后又会去读那个原著小说 所以改编不见得是 我觉得特别在剧场 因为就像嘉明讲 很多是想象力的参与 所以很多东西不是说 我把它写好写故事 然后演员再去怎么做 那很多都是演员在那边玩 然后他们拿了这个 说朱丽叶你怎么越来越瘦这样 就是类似这样的 就是身边有什么东西就玩起来 所以他们是一个很经典的律师 因为他们改编包括 改编过波兰那个很有名的作家 叫Bruno Schultz 就是有波兰的卡夫卡之称的 然后他有一个很有名叫 俄鱼街 你们如果记得 波兰有一个叫波兰的卡夫卡 你们就这样记得 然后他叫俄鱼街 也是他们改编的 非常好看 他们算很有名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还是再往下进行 好 这是五个小时之前的问题了 我不太确定说 在听完我们的这个对话之后 是不是还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不过两位不知道 是不是还是愿意用一句话 把这四个节目的重点 跟精华带出来这样子 这是在考我们吧 好 这样不能就还是要回答 那理查三世就让那个嘉明来回答 关华之君就是寡虞 然后对 他就是这样 我也要讲 又要就是寡虞 对不对 但是有保种味好不好 那蛻变 其实关键就是吴兴国的独角秀 好不好 你们他已经68岁 我必须这样讲 然后还在这舞台上 所以其实就是看他表演好不好 独角戏就是看这个演员的能力 卡布拉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好不好 所以那个关键是他的表演 《行过若君》 我觉得对我来讲 就是那个戏中戏的那个 我觉得是南管音乐跟空间 就是那个两个舞台 然后性别认同 所以对我来讲 简单来讲应该是这样 然后他故事中有故事 你看 你说《行过若君》就很难讲得清楚 为什么 因为《行过若君》本身就是一个 故事中有故事的 就是我刚刚讲 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就是不 我们就是没有要很纯粹的 做一件很单纯的东西 我们就是 大肠要包小肠 就大肠大肠小肠小肠 干嘛大肠要包小肠 没有啊 我们就是喜欢创新 不是吗 虹甲夜市很多嘛 我讲的例子 所以我想我们的剧场也是这样 那你没有吃过 没有吃过大肠 又没有吃过小肠的人 那你要跟他讲 什么是大肠包小肠好不好 你们现在就是在问我这个问题 哇 有南管又有寡喜又有陈三五娘 对啊 大肠包小肠 那已经讲超过一句了 对对对 我最后就是大肠包小肠好不好 就这样 好 嘉明你呢 对我来讲 其实都 每一个作品都可以用一句话就可以 就是 买票进来看 就可以知道重点跟精华在哪里了 对啊 就是台湾可能不小心教育下来的习惯就好像看了一个东西 你一定要知道一个答案就好像填鸭的这件事情 然后我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结果 一个结论还是要一个什么才可以进去看 可是其实看作品看美术 你看一幅画你不会说这个话给你一个什么意义 而不是超过文字 或者是你去欣赏那个画面 颜色 配对 配那些东西 包括时间怎么安排 这所有的东西 其实那个你的整感官是放开的 可是你用理性 把这东西一定要塞到一个框里面去知道 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路径 所以为什么刚说到社会意义这件事情 其实剧场是一个非常不一样 开发你自己去看世界的另外一个路径 这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一直用另外你熟悉的那个 这个是什么 好像克漏字填充题或是一个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要知道这个戏在表达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对我讲的是一个 在生活中一个蛮危险的方式 我很快我来帮忙回答 文学改编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请你忘掉原作好不好 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新的作品 所以不要拿原作的标准来 限死自己好吗 交男友的时候 就不要再想它跟前男友好不好 不要拿过去的经验来把自己绑死好不好 每一个作品在做不管它改编都是 改编本身就是新的啦 剧场改编也是新的 那你不要拿 那你就来砸你自己的脚 干嘛自己那么不快乐呢 对不对 明明就可以很开心的 就想说 跟我前男友比 那你就是 那我没办法 所以就是说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新作品 对 这样你会收获比较多好不好 然后看完了如果觉得 还蛮有趣的 再去回去读 然后这样的时候 你就不是用原作来去限制它 而是你会去欣赏说 这过程里面它到底做了什么样新的转变 所以我比较建议是这样 那以创作的角度 如何挑选想要改编的经典原著 怎么样把文学融到戏剧跟戏曲中 嘉敏你要讲吗 这个有点 其实就是有点说来话唱 可是真的是 你想改编哪一个 你就挑哪一个就好了 就因为你自己会有 因为每个人想的东西是不一样 所以变成是你要自己问自己 那文学融戏剧跟戏曲其实 因为戏剧跟戏曲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文学 因为文学真的分很多太多种类了 因为像长篇 我在北一大街有带短篇小说改成剧本这件事情 可是我不选长篇 为什么是从短篇开始 其实也是有它的很多考量 可是你这个会上一堂课 这确实蛮难回答 蛮难回答 你基本上你挑任何原著要把它文学作品 你挑任何一个文学作品 不管是短篇或是长篇 你挑任何一个文学作品 然后你要把它变成是一个表演 不管是戏曲表演或是什么表演 你就已经把文学融入了好不好 我会先这样讲 就是说没有说怎么 就是这改编这样 但是就像我刚刚比喻好不好 改编就像婚姻 这每一个状况都不太一样 只有一件事情是很肯定的 就基本上它一定是花很多的时间 有很多的 就是这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是有一个比较关键 就是说通常到最后的时候 因为你改编的东西一定 应该这样讲 援助本身通常比较多 分量会比较多 比较完整 改编的东西跟援助 因为你是从那里出来的嘛 所以通常来讲你会 就是我们讲诠释 就是有的时候 你必须去思考说 所以很关键是你的阅读能力 就是分析能力 就是你在这个原作里面 你到底觉得这个原作里面的 关键是什么 然后那个关键会是你改编的 很重要的重点 因为在剧场上面 这个就是现实 因为你只能呈现一部分而已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策略 然后对我来讲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个创作改编角 就是你要对剧场这个媒介 非常的越熟悉 你越知道你改编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只是从意义转过来 可是你知道 意义到剧场中 你不了解那媒介 你直接讲出来那一期 是完全失效的 剧场里面有什么 有表演 表演里面是什么 是声音 重点是 比如说简单讲一个元素好了 所有的剧本的 不管任何文学的文字 进到剧场之后 永远都只是声音 所以声音的这个东西 跟你看文字 就已经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只能这样 好 那我再补充一个 就是说 其实做法非常多好不好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也可以有一个剧作家 比如说你们 我们想象有三种状况 改编 第一个是我一个剧作家 我先把它写成剧本 好不好 斯洛卡 我自己写剧本 你们再演好不好 然后也有一种状况是 斯洛卡 没有剧作家 就是一群演员 我们就来排 好不好 还有第三种状况是这样 有一个 而且有一个编剧 然后这个编剧 会跟这一群演员一起工作 有的时候我先写来给你们演 有的时候你们演来 我会写 我会去再写 然后互相这样协调 也有这样的工作方法 就是在一个剧作家里面 有一个编剧 然后他来 然后跟演员一起工作 然后慢慢发展出文本 这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最现实 这就是莎士比亚时代的状况 莎士比亚里面 哈姆雷特是个胖 为什么是个胖 因为那个时候 他的那个剧团 里面男主角就是个胖 所以通常来讲 如果是一个很现实的 剧团要改编什么的话 如果他们真的要做戏的话 他一定就是因为他们戏里面 剧团有多少人 所以当代传奇就是个最明显的例子 不是说他读了 蜕变了以后 他觉得要改编成独角戏 是没有 所以他们的剧团里面 就是无心国演戏就好了 对 所以就是要改编成独角戏 就是这样 然后也有可能 他一开始没有找到意义 但是他在排戏的过程当中 他有可能慢慢慢慢 他也可以找到 为什么他要做独角戏的意义 再把它拿进来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行动比较重要 不一定要先清楚 好 那下一个问题 我们有回答过了 最后请问导演 李渝闲情偶记 还会再回来吗 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因为疫情一拖 其实很多 其实合作的人 有些东西就会不太一样 各自有各自的一些 他们自己 有些生涯规划 因为对我来讲 也是说合作的人 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重要的 那合作的人就会影响到 我其实改变事情的一个方向 跟可能性 所以因为疫情 它那个脱的关系 所以李渝可能 基本上应该是就不会回来了 好 还是很遗憾了 但是这也就是我们在 面对疫情重组的新人生 所以剧场就是这样 就是它跟看书不太一样 跟看电影不太一样 你今天有看过这个版本 就是有看过 因为或许又再也不会演 好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 我们热烈的掌声 谢谢今天两位的企团者 然后我们三个 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观众 热烈的掌声 好 那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我们今天的讲座 大概就到这个地方结束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这个支持我们在地的歌剧院 然后到我们遇见剧院里面 来欣赏这些精彩的演出 好 那我们年底见 好 谢谢 謝謝